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 您好 歡迎繼續加入 今天晚間的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頭條是要來看台鐵2294的自廠號 昨天撞上了落石出軌 那麼經過了總共22小時的漏夜搶修 事故路段重得到和人間的西陣線 今天下午的時候恢復通車了 不過是以時速30公里慢行通過 那麼令大家捏把冷汗的事 現場又再度發生三級地震 尾道上電力維修車緩慢前進 經過大約20個小時的搶修與試運轉 確認安全無欲後 台鐵花蓮重得到和人間的西陣線 正式恢復通車 西陣線通車後的手搬列車 行進這處路段當然還是要降低車速通過 車廂內還有乘客特別站起來 好奇查看前一晚發生意外的事故地點 下午1點4點8分由花蓮站發車的柴油自強號221次列車 正式行進了重得到和人間的西陣線 為了維護行車安全 行駛該路段的列車都會以時速30的慢速通過 也導致了火車延誤5到10分鐘 台鐵說他們動員了宜花地區基工店搶修單位 在昨晚8點左右開始清除南端的土石 事故列車則在今早8點完成脫離 接續辦理軌道及耗置設備附救作業 終於趕在22號下午2點前全線搶通 現在發生三級地震 現在所有列車都會在滿西陣線 西陣線搶通後為了安全考量 行進這處路段放慢速度 偏偏往北走時還遇上了三級地震 列車再度放慢速度 火車到站的時間是比右往後延遲一點 TVBS新聞高志宏花蓮採訪報導 這一次的自強號出軌地點跟三年前的太魯閣事故 相距只有100公尺 那麼有專家指出新自強號的車體因為比較重 重心比較穩 抗撞性也比較強 而且這一次撞到的是泥沙土石稍微有點緩衝 所以才沒有造成嚴重死傷 白色乾淨的火車上多了好幾道刮痕 還有許多泥沙土石的痕跡 台鐵這輛229次的出軌列車 目前暫時放在事故地點南邊的重德站 雖然車體完整但有部分零星受損 不過這輛列車造價大約就要8億元 才剛交件使用不到三個月就發生事故 不過巧合的是列車出軌的地點是西陣線51公里處 火車才剛出清水隧道 就在河仁隧道南口前撞擊到土石流俠袋的石塊 在之前泰魯閣出軌事故的旁邊 相距只有100公尺 我們這次的新自強號 他受到的義務的撞擊沒有那麼大 同時他本身的噸位比較重 所以他的這個慣性力 讓他沒有出軌的非常嚴重 比較泰魯閣事故雖然都是自強號 但當時的是408次TEMU1000型 撞上工程車前剛出隧道 沒幾秒的時間能反應 因此翻出鐵軌擦撞隧道壁 而這一次事故是新自強2294列車EMU3000型 新型號車體較重 因此重新穩抗撞性也比較強 衝撞泥沙土時候才撞進隧道 相對有些緩衝 因此沒有造成嚴重傷亡 我有明顯感覺到列車晃動 但我第一時間就覺得列車出事了 因為有緊急剎車 而且大概荒洞隔3到4秒就開始停電 剛好這一次車上有名一銷人員 在撞到落石後立刻往前衝協助救治 冷靜沉穩面對 也有許多民眾相當熱心 協助報案關心旁邊其他人 讓傷重程度降低 TVS新聞高中南庭花蓮採訪報導 動盪的國際局勢 我們先來看以哈衝突 加薩南部城市拉法爆發新一波的逃難潮 當地民眾透露 這兩天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似乎是加快步調 槍聲跟爆炸聲幾乎沒有停過 跟在搜索地道的時候 跟哈馬斯展開了近距離的戰鬥 而目前以色列只差兩個地區 就即將完全的拿下拉法 現在包括了拉法市的東部 南部還有中部 其實都已經被以色列的戰車 的軍隊所占領 而根據路透社報導 以軍目前正強勢的 要進入所謂的西部跟北部地區 當地民眾也認為 以色列就是想要拿下整個拉法市 但這個過程當中 以色列還得搞定的是自己人嗎 因為國防軍的發言人 哈加里他痛批 消滅哈馬斯是不可能的事 是刻意隱瞞民眾 明顯跟總理納坦雅胡 是在唱反調 也讓以色列軍政不合 浮上檯面 而現在更讓外界擔心的是 還有黎巴嫩的南部 恐怕成為下一個火藥庫 田莊發射火箭彈瞄準敵人 哈馬斯在加薩 持續鎖定以色列坦克 進行打擊不過另一頭 空襲警報伴隨爆炸聲響 緊鄰黎巴嫩邊境 以色列境內的北部地區 又遭真主黨鎖定 鐵窮防空飛彈出馬攔截 空中爆出煙霧 發動攻擊的就是真主黨 他們最近頻頻嗆瞎 有能力擊潰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甚至揚言要和以色列全面開戰 美國智庫認為真主黨擁有4.5萬到10萬兵力 而且短中長程飛彈庫存 恐怕上看15萬枚 最厲害的還是他們的士兵訓練 被CNN記者認為既有紀律 更有作戰實力 真主黨背後當然有伊朗支持 而且當地有陸陸連接敘利亞 並一路通往伊朗 據傳真主黨戰士也曾接受伊朗訓練 以色列要對付這樣的真主黨 也讓外界更加擔心 北部萬一全面開戰 以色列的鐵窮防空系統 恐怕不堪負荷 至於以色列在加薩的地面作戰 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以色列強調是有限度打擊 遭加薩拉法市長打臉 當地老百姓生活也過不下去 入下後的加薩缺乏飲用水 加上物資匱乏 現在連水桶價格都狂飆 美軍設置的浮動碼頭 又面臨拆除命運 人道物資要怎麼進入加薩 恐怕是最大問題 TV別新聞都不到 另外是烏二戰場 而雙方也各自有新的進展 俄羅斯又出動了新武器 高爆航空彈 這名稱是FAB3000 是重達三噸的華翔炸彈 而且爆炸半徑有將近900公尺 堪比是核子武器 因此威力非常驚人 還被稱作是超級炸彈 所以被攻擊的地方 幾乎是被移為平地 那麼有俄羅斯的消息人士 在Telegram上面發布了相關影片 是俄軍首次使用這顆超級炸彈 目標是要打擊位在哈爾科夫的 烏軍武裝分子的臨時基地 強大的威力是讓目標物 瞬間的毀於一旦 幾乎已為平地 而這個FAB3000重型炸彈 是在今年三月份開始亮場 而且配有通用的滑翔跟修正的模塊 因此它不但可以從遠處來進行空射 造成廣泛的破壞 還因此被認為可以在前線 來對烏軍造成一定的損傷 據在烏克蘭方面 根據俄羅斯媒體的報導 他們已經收到了美方的反攻命令 將會不惜一切的發動反攻 因此這一場烏爾戰爭 恐怕是耐落幕 俄羅斯又在烏克蘭戰場投下新武器 炸彈落地 地面立刻掀起巨大煙城 俄羅斯消息人士在Telegram上 發布這段影片 聲稱這枚重達三噸的FAB-3000重型炸彈 就降落在哈爾科夫東北部的住宅區附近 這一種武器裝備它的殺傷波的效果是多種的 也會把內部的所有生命全部枯竭 FAB-3000又被稱為高爆航空炸彈 由俄羅斯軍事布洛克說 這款炸彈爆炸範圍接近900公尺 碎片殘骸甚至可以噴到1200公尺外 造成廣泛破壞 面對俄軍投入新武器 烏克蘭依舊只能用無人機撞擊俄羅斯坦克 發動自殺式攻擊 俄羅斯宣稱他們在一天內打下超過80架 烏克蘭無人機 還有六艘無人艇 可以看出烏克蘭的無人機攻勢有多密集 直在前線 不少烏軍只能回收俄軍留下的武器 甚至還得改造生鏽的T62坦克 烏軍說改裝過的T62號稱骨艙坦克 但用起來卻不怎麼有信心 他們還是期待美國新的軍員可以趕快到來 還好美國政策轉變將優先提供愛國者飛彈給烏克蘭 提升他們的防空能力 只是當西方盟友準備再度加強軍援力道時 準備國會大選的英國卻出現這樣的聲音 曾經主張脫歐的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 認為烏克蘭被入侵是西方國家惹的禍 這份言論也在英國掀起討論 T62新聞綜合不老 點看烏俄戰爭 雙方依舊是僵屍不下 俄羅斯總統普希也持續的拉攏盟友 尋求更多的認同 其中訪問北韓這一趟是最令外界關注的 尤其對美方來說 最想瞭解的是普京此行會不會惡化 烏克蘭跟東北亞的現況 畢竟朝鱷雙方 他們還簽署了這個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尤其要擴大的就是軍事 還有經濟上面的合作 鞏固對抗美國的聯合陣線 而早在今年的2月份 哈爾科夫的戰場就曾經出現了 北韓的短程彈道飛彈殘骸 最近也有情報顯示 北韓的好幾批軍員 已經陸續的送抵了俄羅斯 雙方的互動 小則改變朝鮮半島的軍事平衡 大則衝擊東北亞的局勢 而且還會牽動美中關係跟亞太的局勢 這輛掛有南韓外教官車牌的黑色轎車 和前方打算變換車道的黃色計程車 在首爾街頭撞成一團 這起事故發生在週四晚間8點多 掛著外教官車牌的轎車 駕駛是俄羅斯駐韓使館人員 儘管他疑似酒駕教室 卻在警方到場後端出外交豁免權 拒絕接受酒冊 外交官酒駕肇事引發南韓人眾怒 不過俄羅斯使館卻發聲明說 外交官不接受酒冊符合維也納公約 還說這不過是小事故 南韓人不需要打盡小怪 只是俄羅斯總統普清 週四才和北韓簽署戰略夥伴關係 雖然朝鮮半島一旦爆發危機 俄羅斯將提供北韓各式援助 已經讓南韓人相當不滿 俄羅斯駐韓大使 齊諾威耶夫 韓英威這件事被南韓外交部召見 只是面對記者提問 齊諾威耶夫只有禮罵微笑 沒有多做回應 南韓外交部表示 他們敦俄莫斯科必須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立即停止與平壤的軍事合作 因為二朝戰略夥伴協議的簽署 加上使館人員酒駕肇事 已經讓韓俄關係如履薄冰 TVB新聞綜合報導 國際局勢的影響之下 非常多地方都是通貨膨脹 南韓物價漲翻天 也出現了這一個五花肉之亂 因為原本被視為平民 可以享受的烤五花肉 現在漲到大家都快吃不起 根據南韓統計 一盤不到200公克的五花肉 五月份的價格漲破2萬韓幣 大約是470塊台幣 這跟四年前相比 漲幅超過了20% 另外像是紫菜包飯 冷麵等等的價格 也都持續上漲 導致外食的開銷越來越驚人 烤得油亮金黃的豬五花 再用豬油來煎酸辣的泡菜 道地的韓式吃法 光看就讓人流口水 但是烤五花肉 這南韓的平民美食 價格卻變得一點都不親民 一盤手漲大小不到200克的豬五花 五月份的價格漲破2萬韓幣 和四年前相比漲幅達到21.1% 過去七年之內南韓豬五花價格 金金漲 2017年11月首度突破1.6萬韓幣 去年12月突破1.9萬韓幣 今年五月份首度漲破2萬韓幣 而紫菜包飯還有炸薑麵 拌飯泡菜湯 五月的價格也都一下子 就上漲了百分之百 外食費用大增 由於吃五花肉可說是南韓民眾相約聚會首選 現在吃一餐加一家 一人可能都要分攤超過1000台幣 已經不再是下班的小確幸 食材價格漲不停 亂象也跟著變多 還有越來越多人反應 端上來的只有五花肥油 有民眾抱怨在紀州島吃到肥油含量90%以上的超油五花肉 還以為這油塊是送來清洗烤架的肥油 紀州島知事還一度變稱是文化差異 結果被網友罵一輪 最後終於承諾改善 而不止紀州島還有百貨公司網拍通路 通通出現這種油厚肉少的豬花 網友哀嚎當了冤大頭 不過要房的還有標示不實的黑心店家 機察員無預警突襲 賣韓國國產豬的韓豚專門店 假裝是顧客隨意問幾句 就帶到店家車黃 其實是把進口肉混在本土韓豬裡面一起賣 警察員用世紀一驗兩種肉的抗體 馬上就抓包 韓國的國產肉比進口肉貴上許多 不肖店家混肉等於是低買高賣賺更多 就是因為近日關於五花肉的爭議太多 南韓的樂天超市還開始引進AI來選肉 如果脂肪部位超過整塊肉的30% 就會被剔除不使用 包裝上也變得更透明 事實上南韓今年第四度驗出 由養豬廠的豬隻感染非洲豬瘟病毒 儘管當局保證不影響供應 但是豬肉批發價依舊不斷上漲 品質把關成了難題 產業界希望政府賞罰並進 別讓五花肉吃出問題來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那不出門是不是就不用花錢了呢 這當然是一個很極端的做法 在日本就有一群整天只窝在家 不願意外出社交的檢居族 也就是二十幾歲的人 他們不願意上班 也不願意外出從事社交活動 整天只窝在房間打遊戲 根據統計在日本有將近 大約是146萬名的檢居族 這個數據比兩三年前增加了 至少30萬人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過後 這樣子的現象 恐怕已經變成了全球性的問題 窗邊書桌 放一盞台燈 桌上文具公仔 還放了幾本字典 看起來再正常不過的房間 是這位22歲東京青年 每天窝著的地方 大部分時間都在家 不就學 不就業 不想社交 也不想找人說話 打遊戲滑手機度過一天 這在日本其實有個專有名詞 Hikikomori 中文叫加里敦 定義是連續六個月以上 不太走出家門 幾乎都窝在房間 如果出門 也只會在家附近採賣 上周圍22歲男子 小學五年級被同學霸凌後 不想上學 中學只讀一星期就放棄 函授課程也半途而廢 成了加里敦 而家裡窝久了 負面情緒也在堆積 但他不是最嚴重案例 疫情前日本政府曾經估計 全日本至少115萬名加里敦族群 2023再次調查 便大約146萬 等於每50位15到64歲人口 就有1人 東京都去年調查 就算不是加里敦 也有將近四分之一受訪者 經常因為負面情緒 就不出門 而疫情過後不只日本越來越多國家發現 加里敦根本成了全球現象 從美國到非洲奈及利亞 再到歐洲的丹麥、法國都有相關研究 這位法國媽媽很擔心兒子 但光焦慮沒有用 但光焦慮沒有用 家人往往能成為改善的關鍵 回到日本政府越來越重視加里敦現象 加里敦的人建立溝通社交能力 另外九州大學也有研究 未來可能用血液樣本就能及早發現 加里敦傾向的患者 盡早介入改善 甚至開始治療 TVB的新環狗報導 那如果要出門 當然就需要代步工具 然而最近全球受到了熱浪的影響 台灣今天衝上38.5度 美國華府則預估 週末將出現設施38度高溫 專家也警告 電動車可能會因為天氣過熱 影響了續航力 而在南歐的巴爾幹半島 還因為高溫造成電網不堪負荷 發生了跨國性的大規模停電 紅綠燈不亮 讓大小車輛在路口塞到寸步難行 交通大亂 就連機場的手扶梯也停止運轉 旅客只能抬著行李用走的 只是在南歐的克羅埃西亞 因為停電讓當地陷入混亂 受停電所苦的不只克羅埃西亞 整個巴爾幹半島西部 包括波士尼亞 蒙特內哥羅 還有更南邊的阿爾巴尼亞 這幾天全陷入供電危機 動不動就停電 原來巴爾幹半島西部 這幾天高溫都達到攝氏38度 也讓各國電網不堪負荷 出現大規模停電 這波北半島的熱浪 甚至影響到美國東岸 整個美國有超過2.6億人口 正被超過攝氏32度高溫的鐵窮籠罩 天氣這麼熱影響的其實不只人體 還有電動車的健康 可別以為電動車只怕冷其實也很怕熱 美國研究顯示 只要氣溫飆到攝氏35度以上 電動車的續航距離最多可能縮減三成 電動車消耗電力是為了讓電池冷卻 才會影響續航距離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專家建議電動車車主停車時可能得選陰涼的地方 來保持車子電池的健康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儘管電池製造價格下降 讓電動車價格也在跟著下降 但近來在美國市場電動車的銷售狀況 卻不是很理想 這一年來的跌幅來到了8.5% 特斯拉不僅要降價 甚至還推出新平價車款 而且現在還遭到爆料 工廠堆滿了新車 庫存難以消化 里程焦慮似乎依舊是不少人 猶豫要不要買電動車的主要原因 變動車競爭激烈 尤其指標性大廠 特斯拉就被爆出產能過剩危機 庫存水位大幅提升 甚至有人發現 在他們的德國柏林工廠附近 疑似堆放了大量的新車 因為有數據顯示 原本在2023年庫存只有2% 2024第一季 還有4萬6千多輛沒賣出 佔總產量的10.7% 目前美國電動車庫存天數 更是來到了136天 比起所有汽車平均78天還要高 為了新買氣 特斯拉降價求售 還打算推出新平價車款 過去一年價格下跌了8.5% 但是美國市場這樣反應 相較於油車也會受影響嗎 其實就算有也沒有非常大的影響 我們當然有想過有沒有考慮換電動車 因為可能是個未來的趨勢 可是後來看它降成這樣子 我們會覺得很不穩定 會覺得說是不是會有更便宜的價錢 要價格出現 因為買完如果你要降幅那麼大 我們會想說 我們的車是不值錢的 進口美國肌肉車外匯車商 認為電動車的價格不斷更動 但不至於牽動整體市場銷售 因為被歸類於高價位的豪華電動車款 銷售依舊亮眼 而且價格下跌後 勢必會影響到的其實是二手電動車市場 台灣的價格是聯動美國的 只要美國一降價 台灣大概管個三天左右 早期的特斯拉它的價格是蠻穩定 因為台灣缺車 但因為現在車子太多了 而且特斯拉其實在最近其實賣得不好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促銷活動 那促銷活動的時候 當然新車一直要促銷活動 中古車的價格就很低 但是在保值的部分 目前看來 所有的中古車的價格 跟我們的油車的跌幅差不多 沒有說比油車差 但是以往是很保值的 但現在跟油車差不多 過一個五年車都刪的話 大概還有一半的價格 雖然電池的健康程度 確實有人擔心買來後就得修 不過真的要壞 達人說其實蠻難的 而且目前趨勢下 各國都在大推電動車 也有補助優惠 再加上價格下跌 民眾買單嗎 德勤集團他們之前做過調查 訪談了2萬6千名的消費者 他們來自25個國家 發現不少人在挑選下一輛車的時候 依舊是想要選擇油車 不過願意買純電車種的國家排名 分別有韓國 中國 德國以及日本 而且日本的消費者 其實他們更願意選擇的是 插電式的油電混合動力車 充電裝的部件一定是以人口密集的 大都會為主 所以大家都知道 美國就是東岸跟西岸 是人口跟城市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當初的這個充電裝的建設 集中在這個人口密集的地方 但是美國人很喜歡跨州旅行 所以你只要從東岸跨到西岸的時候 或是要中間的時候 中部的時候 你那時候你的充電裝 反而是比較不便利的 這時候對於消費者 電動車車主而言 它的使用體驗就是比較差的 可是台灣不一樣 現在台灣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充電 然後他們在佈局的這個 有點像是 即便你想要一日環島 或者是兩日環島 你都可以有一個非常好找的 這個環島的充電網 確實在日本 可以在家中 設置充電裝的少之又少 純電車的需求 在當地市場比較低 但有車媒做過相關調查 其實對於電動車的資訊不充足 依舊是充電地點 還有後續的後勤保養 有一半的受訪者認為 連政府補助方案都是不太了解 因為用車習慣再加上缺電焦率難解 降價恐怕不是讓銷售數字好轉的靈藥 TVB新聞 鐘德榮歇倫台北採訪報導 而物價通膨跟高房價 也加上了民眾的生活壓力 更會讓中產階級 產生無力感跟相對剝奪感 尤其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 讓人頻頻出現躺平放棄的念頭 專家也示警 一旦所得或是財富的不平均 持續的嚴重 也會讓社會的安定性受到衝擊 而高房價更讓不少北漂青年 感到相當焦慮 我覺得最明顯的應該是飲食 就是三餐的飲食 尤其我主要在東區上班 那我通常比如說午餐和晚餐 在這附近吃的話 150左右跑不掉一餐 三餐隨便吃都破百元 有感於物價通膨 飲食漲幅明顯 感覺錢變薄了 而說到買房的夢想 確實也是無形中一股壓力 然後我北漂又還要還雪帶 所以買房對我來說 是一個蠻遙遠的目標 你看到身邊的人 雖然可能他們年紀 是打你五到十歲 或是更年長的人 他們已經有在買房了 或是已經付了頭期款 或開始在還房貸 當然也會覺得我是不是 假設我到在五個年之後 我有辦法達到嗎 如果去做一些類比和聯想的話 確實會覺得它是一個壓力 面對高不下的房價 買房似乎遙不可及 倒出不少人的心聲 特別是對於固定領月薪的聖班族 對生活容易產生無力感 房價或是物價的高漲 然後讓他們過去同樣的努力的 付出的程度 可是現在卻達不到 五子登科的那樣的結果的話 其實對他們來講 是會產生還蠻大的無力感 還有相對剝奪感 就看到社會現在是越來越去不公平 那麼心裡的這個感受 很有可能就會有些就會選擇 就是邊緣化然後就是躺平 尤其財富分配的惡化 貧富差距擴大跟中產階級的消失 是有關係的 而中產階級不只是單看所得 還要有願意工作具有足夠教育水準 再來也需要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因此牽涉層面廣 而中營院院士王平認為 和產業結構甚至是教改制度 都脫離不了關係 其實最賺錢的產業 基本上就是ICT的這一塊 而且ICT裡面如果用兩碼來看的話 偏重在少數的幾個 譬如說晶片跟IC的設計業 有賺錢這麼少幾個產業 所得一定是更會其中 我們要深切地提認 台灣教改是不成功的 不成功的原因是因為 太快速地平民化 本來能夠在這個技職教育體系 能夠發展得非常好的中產階級 也消失了 高薪太過集中 導致富者越富 平者越平的現象 而想要往上爬翻轉人生 也得靠教育扎根 不只是教育機會要平等 王平認為大學普及化也會造成人才挫折 傷害中產階級 到了大學以後好像都是普及化了 這個受到教育沒有一個專才 他出來以後畢業就是職業了 然後還有一些人畢業以後不願意就業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是了不起 他是大學生為什麼要去做一些 這個技職做的工作 所以這個教改其實是一個 對於台灣的人才的錯配 教育要改革 其實我覺得到目前這個 大概已經開始在做了 可是台灣最不容易改的地方 是教育制度不能改 另外財政政策專家也點出 台灣的課稅問題不可再被忽略 在股票市場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價錢指數這樣子的漲 很多人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賺取了大量的財富 但是證券交易所得其實都沒有交到稅 那所以其實我們應該去檢討 就是資本利得這個部分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資本利得 根本就沒有放在稅基裡面 那把這個部分的稅基納進來 那我相信可以有助於 就是讓這些資本所得者 負擔合理的稅付 那今天也可能可以讓薪資所得者 助稅負擔可以輕一點 因為房地合一稅的話 基本上這個空地稅還是要加重 不只是民用地 不只是那個住宅用地 也要包含工業用地 因為工業有很多企業家在養地 一陣水也要乾 台灣定到20%就擋住了 這個是非常不公平的 而且對小孩子不是好事情 因為他們拿了這麼一大筆錢 不一定能夠成為中流砥柱 貧富差距擴大 為何是一件必須重視的事 因為一旦中產階級族群 部分都是往低層走 而非往上爬 對於社會的穩定性 勢必帶來衝擊 這本新聞連至周宣才會報導 貧富差距的擴大 讓所謂的中年危機也提早出現 根據調查 英國人平均在大約35.8歲 就會遇到中年危機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 壓力包括工作經濟 家庭方面都跟剛出社會的時候很不一樣 因此時常會更容易感到焦慮 所以諮商師特別提醒 記得適時的排解壓力 有一胎了 那第二胎快生了 那現在壓力就是在 除了工作壓力以外 就是還有育兒壓力 跟主要是在經濟上的 買房子的壓力這兩個 在上有老下有小的階段 原本無憂無慮 只需要顧好個人生活 而現在肩上的負擔 多了育兒還有買房的經濟壓力 也要更加關注父母健康 張先生坦言 和剛出社會 那時的心態有很大的差異 22歲畢業的時候 面臨的就是就業的壓力 對 那我覺得這個壓力差很多 現在就遇到可能父親生病 然後可能小朋友的 就是確實是夾在中間 那有的時候就會比較憂愁 像白頭髮也長不少 中年危機是個常見的名詞 而這個中年是幾歲 因人而異 大多接近40歲時候 根據統計 英國人平均在約35.8歲 遇到這個危機 義大利人卻是直到64.2歲 才到達情緒低點 心理學上 有人身滿足感的U型理論 青少年很高 接著逐漸降低 直到約45歲最低點 接著隨著年齡 增長滿意度又會回升 中年這個階段 我們承擔最多的責任 責任未必一定的 帶來很巨大 我們無法承擔的壓力 但它勢必的是 我們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還有體力去承接的 一個很現實的狀況就是 因為步入中年了 我們絕對不太可能 我們整個的體力心力上面 還像我們很年輕的時候 這麼樣子的有活力 事實上男女應該沒有差別 只是女生比較願意求助 對 女生是很明顯的求助行為 是比較積極的這樣 對 那男生可能很多人 當然就是要表達這種焦慮 軟弱或是 我覺得是對他們來講的 人設上的困難 造成中年危機的並非更年期 男女都會遇到 特別是女性可能會更加困擾 擔憂自身魅力 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 同時各種青年未承擔的事情 接踵而來 焦慮感隨之浮現 外界的壓力生活上的事件 都是蠻多的 我覺得有時候也蠻喘不過氣的 這樣子 但是我也要強調一點 就是說中年其實也是一個 其實我們心裡 正在慢慢變化的一個階段 到老年 也許就是 對 小孩也長大了 然後你那個難關也過去了 對 然後你也退休 那或許好一點這樣子 就是現實上 另外就是說 也許有的人中年 他面對危機的時候 他真的有好好思考 所以他其實 經過了一個過程 他就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 年長者不只比較能 坦然面對錯失的機會 也有一種狀況是 對未來不像年輕時 在抱有過高期待 但醫師還是強調 每個人遇到狀況不同 並非各年齡的情緒都相同 而是都在學習 找尋自己的價值 我可能就是 午休 利用午休 因為可能回去做完家事 可能晚上11點 12點 可能就不會利用那個時間 再去運動 我就是透過這個午休短短的時間 然後我去跑步 或是去偷偷攔 對 然後晚上 可能我做家事 脫地 曬衣服 不瘦衣服的時候 我就聽耳機 聽音樂 然後去做壓力的排斥這樣 不要定一個讓自己過度的勞累 或者是說其實就是不太現實的一個目標 因為那個只會讓自己的壓力過重 然後達不到的時候就更焦慮 不要為了我們衝刺事業 或者是我們照顧孩子或者是老人家 我們就忘記照顧自己 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模式 千萬也別忽略壓力調節的重要性 鐵北新聞玲瓏市就宣傳台北報導 觀眾朋友 您每天喝幾杯咖啡呢 生活壓力大 很多人靠咖啡提神 甚至一天三杯起跳 有人選擇不吃早餐 空腹喝拿鐵 喝完之後再趕著上班 或處在一個壓力緊張的工作環境 有人年紀輕輕二十多歲 就因此得了胃溃疡 喝咖啡是現代人的習慣 根據統計 台灣平均一人一年要喝到122杯咖啡 喝咖啡有一些好處 可是對於有胃腸疾病 特別是有消化性溃疡 或胃食道逆流的人來說 喝咖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如果不喝咖啡最好 那如果要喝的話 不要空腹喝 空腹的話 放咖啡的吸收會更快 對胃酸的刺激會更大 那造成的症狀會更明顯 那第二個 如果要喝的話 黑咖啡會比拿鐵來得好 拿鐵主要是 牛奶的成分占多數 那牛奶是高蛋白 會刺激胃酸的昏迷 所以如果這個店要喝 還是以黑咖啡最好 咖啡現在幾乎是 一般人生活上面 時常必備的飲料 那可是又偏偏有不少人 喝了咖啡之後 會覺得胃不舒服 那所以在腸胃科的門診 時常會被病人詢問到說 醫生我到底可不可以喝咖啡 以及喝什麼咖啡會比較好 那我跟大家分享說 其實咖啡裡面有咖啡因 那很多人喝了咖啡之後 確實會有些不舒服 食道擴躍機收縮 與咖啡因的劑量有關係 咖啡因是一種帶有苦味的化合物 它會透過許多途徑 像是口腔和胃內的苦味受體 來刺激胃酸的分泌 並降低下食道擴躍機的功能 所以我建議 有胃食道內流的人 要盡量減少咖啡的攝取 除了胃食道內流患者 要減少咖啡攝取 一般人來說建議一天 不宜超過三杯咖啡 也就是咖啡因總量超過300毫克 不僅可能引起胃酸逆流 還可能導致心悸或頭痛 量一定要控制 適當的量會帶來一些好處 那夠多的咖啡會帶來 消化到疾病的一些症狀 也會帶來胃酸逆流 或者是胃虧癢的加狀 水果 蔬菜 膳食纖維 或者是維他命A 是可以降低虧癢發生 不過對於吃的刺激性食物 例如麻 辣等飲食 會引起互動的人說 建議您盡量避免 這類刺激性的食物 來減少造成互部的不適 拿鐵就是比美式多加了牛奶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牛奶 有蛋白質的成果 會導致我們胃酸分泌的更多 雖然說拿鐵裡面含有牛奶的成分 它在剛喝下去的時候 其實會迅速中和胃酸 沒有錯 但是它因為這個牛奶成分裡面的一個 蛋白質還有鈣質 都會促進這個胃酸在後續的一個 分泌的高峰 拿鐵深受大家喜愛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喝拿鐵 像是胃酸逆流或胃潰痒病友 咖啡因和牛奶都可能刺激胃酸分泌 進而加重胃酸逆流或胃潰痒的症狀 而高膽固醇病友 拿鐵中的牛奶含有飽和脂肪 對於高膽固醇病友來說 攝取全脂奶可能會不利於血脂 拿鐵中的牛奶所含的蛋白質和鈣質 也會刺激胃酸的分泌 而牛奶中的乳糖 對於乳糖不耐症患者而言 也容易造成腹部的不適 所以我建議有乳糖不耐症 需要限制蛋白質或控制熱量的人 黑咖啡會是比拿鐵更好的選擇 醫師提醒 想用咖啡又避免胃酸過多 或是胃食道逆流胃潰瘍等 這些不舒服的症狀 其實第一個關鍵就是在喝咖啡時 要讓自己的情緒 是不要處在緊張或壓力的狀態 盡可能與醫師充分溝通 了解身體狀況 別讓疾病惡化 TVBS新聞 顏瑞生 陳盧環 蔣志偉 台北採訪報導 完全省錢戀愛手冊 每週一晚接8點到10點連播亮機